咦 為什麼寶寶的眼睛總是水汪汪的呢 哭哭了嗎 其實是和鼻淚管有關喔 鼻淚管是什麼呢 在我們的內眼角跟鼻腔中間 有一個鼻淚管 它的功能是將多餘的眼淚 能夠引流到鼻腔內 剛出生的小孩由於鼻淚管還沒有發育完全 不是很通暢有阻塞的現象 常常多餘的眼淚呢 就會流在眼睛裡面 造成這個淚眼汪汪的一個現象 我會請家長呢 就是平常有空的時候 就多按摩鼻淚管 也就是內眼角到鼻腔中間的 這個地方就是鼻淚管的位置 沒事的時候多多按摩鼻淚管的位置 幫助它疏通 眼淚能夠順利的引流到鼻腔 那通常鼻淚管阻塞在一歲以後 隨著年齡越大就會漸進的改善 所以一歲以下的小朋友 有這種現象還不用擔心 有高達九成以上的鼻淚管阻塞 在一歲之後它就會自動腸痛 如果因為鼻淚管阻塞 眼淚眼屎太多 造成常常細菌感染的話 通常早上起床 積了一整個晚上的眼淚 眼屎就會變得很黃 那如果這個黃眼屎清除乾淨之後 一整天就不會有很多的黃眼屎 這個就表示還沒有感染沒關係 但是如果一直不斷的有 這個黃眼屎的一個發生 就表示說它可能有細菌的眼睛感染 所謂的感染性眼睫膜炎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帶給醫師 用抗生素的眼藥水來治療 那如果這個小孩因為他的鼻淚管阻塞 常常造成反覆的眼睛細菌感染的話 可以考慮去眼科用探針 來疏通他的鼻淚管 有九成的鼻淚管阻塞 一歲以後應該就會自動痊癒 所以一歲以後如果經常還是有黃眼屎 或者是眼睛感染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請醫師檢查 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 有一種感冒病毒叫做腺病毒 他的眼睛也會有睫膜炎 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感染性 傳染性的眼睫膜炎 都是造成一歲以上的小孩 黃眼屎眼睛感染的原因 鼻淚管不通容易造成眼睛發炎 平時可以多幫寶寶按壓鼻淚管 狀況會改善許多 一歲後如果還是會反覆感染 就要請教專業醫師囉